3月11日星期二早上8點半站在西灣河街 4號堅信樓 下面有一間店叫做國際寵物治療美容學院 剛剛前兩天看到消息成交了大約一千萬 之前全城經用力一千萬貨幣 在港島很難找到 大大間十尺面 深差不多四十尺 唯一很大的閉註就是在垃圾站旁邊 很大的垃圾站 你問我 因為這個垃圾站的店舖沒有三成的價值 很多人一看到垃圾站 包括我坐內的時候 如果沒有垃圾站 我一定會考慮這間店 一看到的時候 我立即很避忌 不過就百科百客 這間店舖要我給我分數 我就給5分 好 看著這間店 這兩天剛剛成交了 就算全城交了 現在站在西灣河街 看著美容學院 寵物美容學院 在垃圾站旁邊 在西灣河街4至4號 A 堅信樓地下 B 店 面積是895呎 延續門闊大約10呎 叫就叫1100萬 成交應該是大約1000萬 成交了 回報大約2.67厘 差不多是1000萬大約 數字我未有 因為前兩天的時候 都是宣傳出來的 見定樓 我未敢肯定 租金24500元 租約就去到17年 即19年生約 網網店的門闊 樓梯位那裡 如果你計算樓梯位一半 大概都有13-14呎的門面 網網洞大廈 也挺深的 這個店舖 深度的時候 連同一位都差不多40呎 甚至38呎的環境 旁邊有垃圾站 最不好的就是旁邊有垃圾站 全部都是車房 那時候很多經紀都力推 我也覺得這個盤應該會賣得到 不過問題是價錢 始終覺得就是 搞完一大堆東西買一間店舖 沒理由買垃圾站旁邊 擺到垃圾站旁邊的味道很厲害 再看看位置圖 這裏全部都是車房段 始終車房沒有所謂 車房永遠都有需求 不會被影片來代替 但始終在垃圾站旁邊 公廁旁邊 廟旁邊 這些我一般都會比較避忌 尤其是垃圾站 現在冬天好一點 一到夏天很多時候浸味很大 很多人會很忌 裡面的積就好像這間一樣 不過現在看一看 在近一點這個位置 它現在關門了 要早上11點才開 所以現在關門了 平時都開的 做寵物 如果純粹做寵物美容 零售的時候 就不需要任何牌照 如果它是做寄存在這裡 過夜或者售賣寵物 就不需要牌照 這個11點才開 模一棟大廈旁邊 事自正正一條樓梯 上到上面就12樓了 已經是住宅 現在轉了下去就是沙基灣 這裡叫做沙基灣 西灣河 看你怎樣叫 要我給個分數 我覺得5分 因為始終叫做10呎面 有差不多40呎深 大大間 樓底又高 雖在就是垃圾站旁邊 但如果不是垃圾站旁邊 這間的價錢一定不止這個價 所以你問我 這個位置可以 沙基灣的時候 其實香港到東 你要1000萬元 根本買不到東西 是這樣的貨色 你問我因為有個垃圾站 在旁邊 起碼沒有了兩三成的價值 不過就是因為這樣才便宜